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动画教学 咱们今天呢这节课呢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SP里边的一些小的知识 那么这节课呢给大家来讲一下关于在这个SP当中 我们如何在这个模型表面去绘制一些图案 因为这块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SP的整个的这个知识来讲呢 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内容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呢 可能往往这块的一些概念呢 可能做的不是很清楚 或者说也搞的不是很明白 然后总是出现一些问题啊 特别是把咱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图层和我们的这个填充层 这两个概念可能没有搞清楚 所以说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着重来讲一下这块的一个小的一个知识点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教学 那么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就是我前两天啊 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案例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布线啊先给它关掉 然后呢在这呢我们首先呢打开咱们的这个photoshop啊 在ps当中呢我们是这样把这个先清掉啊 直接打开这个这个图啊 这是我之前在这个网上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星球大战的一个标志啊 呃就是首先这个图案这块呢 实际上它也不说什么图案都都能往上画啊 这个大家首先在选的时候或者在自己设计的时候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最好是找这种就是边缘比较完整 比较整齐的这种图案啊 你不要找那种边缘很模糊 像头发丝一样啊 边缘都是都是模糊的 或者参差不齐的 或者说是完全没有边界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形状 就是最好是找这种比较完整的这种图案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现在先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图层当中啊 就先给大家来讲在这个图层当中 我们去添加图案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添加 呃所以说呢在这个ps当中我们找的这种图呢 大家尽量的啊尽量的去找这种呃边缘比较完整的这种图案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sp啊 就导进sp的这个图呢 它需要是正方形的啊 就是像这种呃长方形的这种图不行啊 这种图你你你把它导进去以后呢 它这个整个的图就变形了啊 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种问题呢 我们直接先去给它建一个这种 就是在flot drop当中呢 我们去给它建一个这种正方形的一个一个画质啊 点击创建 然后呢呃建好以后呢我们在这一块呢直接把这个标志啊点住shift键啊 直接拖拽到我们这张纸啊这个纸张上 然后呢contr加t键啊打开它的一个调节框 然后点住out键 然后把它放大啊放的跟我们这个框啊一样大啊差不多大就可以了 然后点回车结束 呃那么这块呢 除了把它调整好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把它这个背景给它删掉啊 这个背景我们是不需要的啊 直接直接删除啊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 就是说你这个图案可以是长的 呃是长方形的 但是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正方形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 然后呢将这个文件呢点击啊储存 然后把它存到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位置啊 就存成什么格式呢 存成这种png的这种格式 然后呢比如这个图呢 我们给它点给它起一个ec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颜色图啊 直接点击保存 好了那么这个图保存完毕以后呢 呃我们还需要再给它建一个新的槽 然后给它做一个透贴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sp当中呢 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这种图层下 我们去添加的时候呢 一个是要给它去呃 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图案 那么再一个还要给它去做一个这种透贴 如果你不做透贴的话 那我们这个导进来以后 它这个图案的两边是虚的 因为我们默认的我们的这个 嗯笔刷的这个透贴 它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黑白的一个透贴图 就类似于咱们的这个 呃 咱们的这个sp当中本身的这种图片啊 就是做做成类似这样的一些图图案的一些结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选图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就是要选这种边缘比较平齐的啊 不要去选那种 呃 边缘毛边缘模糊的那种那种情况的一些图啊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呃我们把这个背景给它放到后边 然后直接给它一个啊 out加delete键啊 给它填充一个黑色 然后上面这个图层呢 我们直接control加u键 然后把它的名度呢调到100% 然后点击确定 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透贴就调好了 直接点这个文件 然后点储存 然后再给它存到我们相同的这个位置上啊 存一个呃平J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给它起一个嗯1 然后呢 a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贴的一个一个图案啊 大家你自己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啊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确定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打开这个sp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这两个图啊选中 然后直接拖拽 拖拽到我们的这个斩架斩架的这个位置啊 松开啊 然后最小话 那么这个1a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贴 我们这会儿我们点点开 把它把它作为这个alpha啊 就是我们的透贴贴图导进来 然后这个1c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案 我们给它以这种文理的这种方式 把它把它导进来 然后底下呢 导到哪呢 导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项目当中啊 直接导入 好了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建了这个 建了这张图层了啊 删掉 我们重新建一下 点击点击这个啊 直接点击啊 就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 图层的一个东西啊 一个图层 然后呢 在下边呢 我们这一块呢 可以关闭一些 我们现在不需要的通道啊 比如我们这个发现通道 我们给它关掉 这个高度我们可以给它保留啊 然后颜色金属光滑度啊 这些都给它留着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首先在这个 就是这个base color的这个通道当中呢 我们将这张图给它拖拽过来啊 送开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图就点进来了 我们就直接给它上面绘制了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现在画的话 它两边是虚的啊 为什么呢 而且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 咱们的这个 透贴的这个形状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的啊 所以说它现在贴进去 就这样的一个虚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再需要把这个透贴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图呢 直接点一下啊 这个现在直接一点 它直接就加载过来 如果没有加载过来 你直接把它拖拽过去 松开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就直接给它加载上了 然后这块呢 我们在画之前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种图层 跟咱们的这种填充层 是不太一样的啊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图层就是 你在画之前 你需要把它的这个金属度 你要先调好 比如说 我需要让它有一点点金属 金属的感觉 然后这个光滑组呢 我不需要它很光滑 或者说我需要它很光滑 那么就根据你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需要 你去调整就可以了 如果特别光滑 那你就往这个黑色这边调 如果不光滑 你就往白色调 那么我们针对当前这个东西 我们稍微给它往这边调一点啊 中间啊 靠这个 靠这个白色这边靠一点 然后这个是它的厚度啊 就是它的一个体积体积度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边是往进凹 然后这边是往处凸啊 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它正向数值是往处凸 负负负就是往进凹 这个很好理解啊 那我们这会儿直接给它 让它凸一点啊 好了 那么这个数值调好以后 我们再往上画啊 这个跟咱们这个填充是不一样的 填充是你可以随时调 随时看啊 随时去去去调整 但是这种图层不是这样子啊 图层就是你必须提前调好 好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是吧 点上去 你看它直接就 是吧 直接就填充上去了 对吧 当然你这块想要 在这个情况下 你去 你去计时的去调整 它的光滑度是不行的 你必须把它清掉 然后比如说 我想它更光滑一点 那往这边调一点 然后重新再给它 点一下 这个时候它这个光滑度 就更高一些 是吧 通过一些这个 让我们可以 你可以随便找一些地方 可以去贴一贴啊 当然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图案是随便在网上找的啊 就星球大战里边的一个标志 直接这样给它给它贴上去 就主要是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啊 白整一下啊 贴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 图层里边啊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这个 绘画层 就是图层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贴这种图案的一个方法 当然如果说 你想让它有一些破损 你也可以给它去增加一个 或者说给它把这个变成一个白色啊 一个白色遮罩 然后呢 在它的这个遮罩下面呢 给它做一个 添加一个绘制层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笔刷里边 找到一个 Dirtly的这个 这个污垢的这样的一颗笔刷 然后去给它画这种黑色啊 把它这个可以给它画一些这种 破损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这个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去去绘制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咱们这个 图层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的添加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填充层的图案 点击 点击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填充层 那么这个填充层 其实它这个通道和我们这个图层是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 嗯 把这个AO 然后这个发光 呃 然后NOMER啊 这几个图 其实我们现在先不需要它啊 把它关掉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这个颜色上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啊 我们给它去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颜色吧 给它一个蓝色吧 那这块反正就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金属度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点金属度 然后底下这个光滑组可以这样子调调整一下啊 就先给它这样一个填充层 填充层就是你你直接添加进来以后 它就会给你整个的模型去一个整体的一个颜色啊 整体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我们主要是靠这个什么呢 靠这个黑白遮罩 去给它添加一些不同的一些图案啊 比如说啊 右键啊 然后呢 在这儿去给它添加一个黑色遮罩 那么这个黑色遮罩就会遮住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这个颜色 然后在这个黑色遮罩下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啊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遮罩上去绘制 我的习惯于就是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绘制层 然后在这个绘制层当中呢 我们可以找到咱们的这个透贴贴图 这里边你你任意选一个这种透贴啊 都是可以的 你看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个是吧 直接画一下啊 当然这块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方向不一致啊 方向有时会会有这种偏差 我们首先把这个流量这个给它关掉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里边的一些关于啊 这个这个间距这个啊 我们给它调整啊 调整一下啊 调整一下 然后抖动这些东西给它都关掉啊 全部关掉 好了 是吧 我们可以直接去 你可以在这边选一些 就是它的这个 我们这个填充层里边你画的这个图案 它都是一个纯色 当然你可以用这种套色的方式去给它往上套 但是它不能画这种渐变啊 像我们啊 这种图层当中画的这种图案啊 直接一个未图添加件 它不可以 不可以在填充层里边添加这种东西 因为它先进来的话 它这个就有 又会有问题啊 因为它是靠这个黑白遮罩去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图案啊 除非说是你在这个填充层当中 你本身在这个base color里边你就给它添加了一个颜色图啊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你不能是在这种方式下去去绘制是不可以的啊 包括这一块的我们可以给它去添加一些东西 直接添加一个这 是吧 跟大家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情况 当然这种东西啊 我们这种遮罩啊 这种透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PS去进行一个制作啊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填充层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填充层呢 它可以 即时的显示这个效果 你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给它画好了啊 我想让它这个金属金属感再变强一些光滑度啊 再变得高一些 你看它可以及时的去显示 然后呢 让它这个体积感增强 可以及时的调整 而不像我们的这个图层 它并不能及时显示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其实知识很简单啊 就是利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图层和填充层 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填充方式 去给我们的这个模型去添加一些这种图案啊 希望呢 这个教学呢 对大家的这个学习呢 能够带来一点帮助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的一个内容 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也感谢大家的三连支持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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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